螺子植物的生物室 我们用这个表格 把螺子植物跟被子植物 他们一些相关的性质 外形特性功能的比较 做一下比对 先看叶子龙 一般而言 螺子植物通常是症状叶 而被子植物通常是广大的叶子 可是请注意 这是通则 一定有例外的 螺子植物中的银杏 它的叶子是 有些三角形 很漂亮 比较大 被子植物中 先人长叶子成症状 对不对 所以这边讲的是通则 螺子植物在研化上 叶子成症状 为了介绍水分散植 那被子植物呢 一般是比较广大的叶子 它可以习光好这种 但是当然少数 面对要恶劣的肝癌环境 它必须演化成症状叶 所以这边的叶子形态是通则 接下来经 螺子植物都是木本经 都大树 而被子植物呢 有木本经 像龙树啊 蜂树啊 也有草本的 路本常常都有 好 螺子植物呢 演化上比较早期 它没有导管跟斑细胞 这些先进的细胞 被子植物呢 该有的都有的 有厉害的导管 厉害的斑细胞 来帮助水分 及有机养分 有效率的运输 好 再来看瘦粉 如果是被子植物 花粉就掉到柱头 长出花粉管 花粉管才钻进胚株里 但是如果是螺子植物呢 花粉直接就碰到了 这个胚株 因为它并没有脂膀壁 就直接掉到那个鳞片里面 就直接跟胚株相见 好 那花呢 如果的植物没有花 那被子植物有 因为若子植物只有花粉跟胚株 胚株萌发形成种子 它只有种子 没有脂肪壁 所以没有花 好 所以若子植物的胚株 是裸露的没有脂肪 那被子植物是包在脂肪内 所以叫被子 好 受精状况 只有开花植物 被子植物是双重受精 若子植物只有单一受精 好 接下来是职业 大家对于被子植物的职业 比较熟悉 被子植物跟单职业植物 跟双职业植物 就比较多样 直接往下 胚乳呢 如果是被子植物 胚乳是由胚乳核发育 就是第二次受精 形成3N的细胞核发育来的 但是 若子植物的胚乳是 胚子体的其他细胞发育而来 胚子体是1N 如果你没有受精 还是1N 所以若子植物的胚乳是1N 开花植物的胚乳是3N 那为什么说开花植物比较先进 3N的胚乳真的效率比较好 我给大家一个提示 可以想想为什么 胚乳的功能是储存养分 需要时分解养分 提供胚增长发育所需 如果你的蓝色体高速是3倍 不就等于基因有3倍 转入转移产生的蛋白质酵素3倍 需要核酸时分解时 你的DNA分解 你的核酸的储存量也是3倍 所以蓝色体数量越多 通常这个细胞代谢上 或提供养分的效率会高一些 好举一个例子 酵母菌也分为1N2N 这只有4N的 我们在做面包的时候 很少用1N单套的酵母菌 效率比较差 那会用多倍体 2N4N8N 多倍体有时候它的效率比较多 发酵面包做面包效率会比较好 崩位也比较好 有这样的现象 好再往下看倒数第二个 这是熊配子体 如果是被子植物三个细胞 一个管细胞 两个精细胞 但卸子植物呢 四个细胞 多了一个丙细胞 好接下来 持配子体的部分 就是胚囊 好了 在开发植物呢 是七个细胞包合合 然后在罗子植物 是多个细胞 甚至超过100个 比较大一点 细胞也比较多 好以上就是罗子与被子植物 它们结构啊 生殖策略上面的一些比较